大家好 今天是8月4日 星期三 逢星期三一早都要去TVB做节目 所以早市的视频是做不到的 但是看回今天上午的事 的确确呈现了一个初步回稳的势头 稍后再作分析 我们先看看指数 早市恒指先低开33点到26,161 曾经一度轻轻再低见26,09点 但没什么追沽的压力 反而在腾讯和其他成份股 逐步逐步有些卖盘去追捧之下 市况是逐步逐步的抽升 直到15点左右 指数已经一度高见26,621 即这刻相对昨天的收市 是升了427点 第一一定要说今个月的形态 直到现在这分钟 今个月的指数最低是 8月2号的25,743 而最高是更早的 11点的26,621 简单说 8月份的市暂时是一个 先低而后高的形态 波幅暂时有878点 首先 一个月的高低位 根本上是不可能在 三个交易点之内出现 况且878点的波幅 是绝对不能够满足到 整个月的要求 那就是说 只要这个先低 后高形态不变 理论上 更加高的指数 应该都从在后面 最低限度的市 暂时来说 会在先低后高形态之下 是进一步向上稳 今个月的高位 至于中秦打后的走势 是怎样的 这个范围是下回分解 好了 第二就是 经过今早的一个上升之后 恒生指数已经暂时 翻回到 10天平均移动线之上 10天线大概在26306点 这个比较关键 因为以昨天收市 计 恒指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我一直都强调 市 其实上是断定了下来 最低限度 暂时来说 是升离了 7月27号的低位 24748点 是升离了 但是 你要真的确认一个回分的势头出来 你要等恒指 是翻回到 10天线流上 才可以初步确认 整个不断向下沉底形态 暂时是告一段落 好了 假设市 能够一路稳守10天线 理论上 如果成交更加配合 是可以进一步挑战 20天线 因为20天线不是很远 是在大概26,940点 坐近的水平 主要50天线要突破 就真的有点难度了 因为50天线现在在28,052点 相对来说比较高 但我们就先不要多看 先看指数 骑住10天线 看有没有办法进一步向上限 而突破20天线 好了 指数如果能够这样做 我们要看成交更加 如果成交更加能够配合的话 我们是继续向上望的 反过来 成交更加突然间 上一个交易日 是减少或者明显减少 大家就要小心 这个所谓 技术上的反弹 由24,740点的反弹 随时已经摸了高位 因为由7月27日开始反弹 到现在 累积的升幅 反弹的幅度已经不小了 瑞党 有几种新工具给大家参考 瑞党 早前上到60元 跌下40多 但现在又挨上49元 所谓的水平 事实上来说 大概40到45这个区间的防守性 是很强的 至于第2个区间 40到50元 是属于一个整股等变的格格 如果能够突破50元 另一个区间 自然是50到55元 有一个营购症 29650 行使价是58.8元 给大家参考 中央政府 倡议全民做专 其实我也倡议了很多年 不要紧 这是个好事 安达的股价 今天借着这个 公目 有一条气 抽穿了一年的高位 最高见过191.9 这是一年的新高 有一套 牛红证给大家参考 牛证是66123 行使价是142元 熊证是2980 行使价是158.88 相关条款是怎样 街货是怎样 卡入税通网站 就看得很清楚 接近中午的分析 就说到这里 的编程中午的 可以用的 你也有了 这一套 就看得很清楚 让大家的 有几百分析 你先让它 就看得越多了 这一套